中华民国史上第一面世界金牌 就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 由台拳道国手陈诗欣所踢下来的 但这辉煌的事迹已经被遗忘 因为婚后到花莲开民宿经营道馆的陈诗欣 再度登上了新闻版面 是他的先生向媒体爆料 声称陈诗欣偷吃已婚 昔日战友 还有家暴 以及不当教学等等 也使得陈诗欣沉疾了整整三年 他首度接受了台湾大搜索的专访 谈言那段时间真的是身败名裂 连最崇拜的父亲都将他赶出家门 更曾一度想要从14楼撬下结束生命 最后得胜的那一脚你还记得吗 好像是大甲军 迅速的一脚回旋梯扬起小小的风景 陈诗欣40年如一日待在道馆练习跆拳道 这里成就了他的金国梦 更是中华民国的骄傲 我觉得其实这面金牌不是我一个人拿到的 2004年陈诗欣在雅典奥运殿堂上 对战古巴强将迪雅兹 靠着智取赢得胜利 夺下史上第一面金牌 国旗哥想起戴上象征荣耀的桂冠 陈诗欣眼泪夺框而出 从五岁开始就幻想过这一幕 当年才26岁的他就这么绊道呢 1988年的汉城 那我就看到陈银安学姐跟罗岳英学姐 在电视上 他们虽然是示范赛的金牌 可是我觉得就是高声欢呼 然后又是代表了中华台北 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是我想要的 从欢庆的鞭炮烟雾里 牵着陈诗欣光荣回家的是他的爸爸陈伟雄 这是他的人生导师 他的英雄 个性浩强浩胜的陈诗欣小时候学的是芭蕾钢琴 最后选择跆拳道 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奥运梦 我爸爸那个年代没有奥运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是我跟我的父亲共享荣耀 他一对一陪着我 他放掉所有的 他自己的事业重心 他陪着我 我不可以让他失望 五岁开始天天练习跆拳道 一般体育生一天练习的时间是六个小时 他则是八个钟头不断点 我在训练上面受伤了 或者是遇到了瓶颈 比如说一个动作我踢不好 人家踢十次我可以踢一百次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高到 我可以超越别人 努力让陈诗欣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同年龄的佼佼者 三十多年的跆拳道生涯 最难忘的是这一场失败的比赛 九四年的亚运的选马赛 那时候我国中一年级下学期 跟学姐 我有跟罗云英学姐打到 废学踢的鼻青脸肿 因为他们的动作都很流畅 我会在日记里面写我为什么输 我输给谁 我会记得我永远输给他 我输给谁 我为什么输 我输几分 什么动作输 然后我给我自己一个旗程 就是我下次我一定要把他击败 这一生奥骨 让他国中就选上国手 进入高雄左训中心 每天除了吃饭练习睡觉 还是吃饭练习睡觉 回首那年陈诗欣十六岁 人生第一个叛逆期 他放下大好前程 俏家捆包袱离开左训 不想再踢了 去哪里啊 台中 台中做什么 就玩了 又玩啊 然后又工作啊这样子啊 就是去体验 没有跆拳道的生活这样 有卖Hello Kitty 然后卖衣服 做卖红茶 然后买槟榔 没有想到有一天 拉着黑带的双手 居然包起槟榔来讨生活 其实他在找管道发泄 释放长久以来 比赛练习 还有父亲的压力 真正任性了三个年头 我其实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是为了我的父亲 只要跟跆拳道这三个字 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希望我的父亲开心 让他对我愉有容易 让他为我感到骄傲 就是这个念头 敲醒了叛逆的自己 陈世兴选择重返已经逃出的赛场 这一次他是心甘情愿 梦想催促着 即便被踢落牙齿 也要祸血吞 他要一踢成名 穿上一袭黑色小礼服 陈世兴的天生力直 让人眼睛一亮 名气 让他上片各大节目 接受访谈 他没有想到竟然还有比夺金更难的事 他也想赢啊 但是要用 要用 就是 可能要利用另外一种方式赢 不能跟他硬碰硬吧 因为那时候奥运退役以后 其实就一直接受访问 然后我每次都会去 review自己访谈回应的内容 我都觉得很不OK 不是很流畅 真的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脉络 所以我决定 在那个时候去完成硕班 退役后 他结束了和教练男友的关系 重返校园 一口气 拿下运动生理学硕士 和运动心理学博士 同时也被大八岁的学长 深深吸引 两人迅速陷入热恋 他有他的幽默跟他的才华 因为他会读书 他很会写 他会读书也会写 然后很幽默就是会逗你开心 但并不是我要的 结婚的对象 脱下了道福 他没了心计攻略 像个小女孩 即便对方曾经有关一段婚姻 和孩子 但陈诗欣根本不介意 也听不进最爱的爸爸 反对意见 我到花莲去 他在很多人面前 在向阳山 很多人面前跟我求婚 那个时候 我真的我就觉得 哇 好棒喔 这是我在电视上 我看到我想要的 而且不是我要他这么做 因为我是非常的惊讶 我是哇 这么多人 然后你求婚的那个情境 一场浪漫的求婚 陈诗欣点头答应 2008年两人结婚 一起在花莲开道馆 经营民宿 之后生下女儿儿子 在后山扎根 我老公真的对我很挺挺 各方面都有 而且他好细心 食指交扣在镜头前甜蜜亮相 但2017年镜头前恩爱的夫妻 假象破灭 在即将迈入婚姻十周年 陈诗欣被周刊跟拍 和已婚的昔日战友过从亲密 而当时的先生 更在个人脸书加码爆料 指控陈诗欣家暴 当时的先生董俊南 在镜头前脱下衣服 秀出伤口 指控自己的名人老婆 陈诗欣家暴 闹上新闻摆面 我当下其实会觉得 你是我 你是我的先生 那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也有很多 很纳闷的地方 对小孩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而且是很负面的 所以那时候我选择 不说话 因为我觉得其实沉默 会是更 会是最好的回应 家暴 外遇 小三 负面的新闻一字一句 把他打趴在地 这时候又遭控诉 不当体罚学生 而爆料者 还是他的枕边人 我有赖给他过 请他不要再做 这样子的回应 包含上媒体 或者是上电视台 或者是在个人 我说其实 一个男生的格局要大一点 那大家就好聚好散 就好了 对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说我要毁了你 回首这段难看的婚姻 陈世欣坦言才结婚两个月 其实就已经后悔了 提过了无数次离婚 前夫都不肯 之后才把心思 全部放在事业上 夫妻俩也变得有名无实 白天教学 下午教学 晚上顾名书也教学 然后我又自己带儿子 我不含累 我不含退缩 我不含结束 我不含放弃 既然选择了就是坚持到底 我觉得这个精神 真的会让我在婚姻当中 跌了很 重重跌了一跤 先生的不甘心 毁灭式的爆料 攻击陈世欣的舆论 排山倒海而来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说的是 我的人是非常专情的 我对跆拳道也是对任何人 都是只要我认定的 我绝对是全心全意做 我该做的 把那个角色扮演好 人家只要抢到陈世欣 当然除了奥运金马以外 当然就这样说 他就劈腿 他就 我们就很多负面的 那我都跟我自己讲 没有人了解你的婚姻 是怎么熬过来的 任性用在婚姻上 最终的结果是破裂 陈世欣和前夫协议 女方支付270万签字离婚 谈及这一段 她一笑置之 唯独谈到曾以自己 为傲的父亲无法体谅 她真的忍不住了 要把我赶出去 叫我不要在家里这样子 不要看到我这样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 离开家里这样 对 然后就觉得不知道 就觉得说 就算是很失败 一段爱情 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 很没出席 被父亲赶出家门 她把在花莲苦心经营的道馆 给了妹妹接手 带着儿子来到人生地不熟的 新竹新风教学 曾经的世界冠军 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 她把自己说得很小很小 把我的家庭顾好 把我儿子顾好 那自己好好的把道馆 经营好以外 反正我就好好的去经营 经营我父亲的 就是他唯一能做的道馆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精神 也等同我的父亲 跟我在一起这样子 她不介意 自己被血淋淋地 撕碎在众人面前 如今的陈诗欣 是这十几年来最轻松快乐的时候 她不用再当嫁面夫妻了 那你可以来消气男人 对啊 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好好过生活就好了 对 我觉得自己可以 照顾自己让自己 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都规划得很好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那是 情迁是一个牵绊 曾站在世界巅峰 当了妈妈的陈诗欣终于不用再忍痛 敢于向失败宣战 选择自己要的 不完美人生 此时此刻 她最在意的还是爸爸 你还以我为荣吗